大家好 我是皮靈白 好久不見了 各位 來 咱們今天呢 對 來測試一下 星骰跟核彈的聯手 看有沒有搞頭 對 我這邊帶的是治療 然後在PVP的狀況 他就是一個另類的核彈就對了 然後我還帶 呃 標準核彈了 對 因為我就說雙核彈嘛 對不對 然後轉移呢 我還是有帶 因為對面呢 是咱們的團長 他用的是主月 如果是主月的話 我個人覺得啦 一定要有那個轉移來輔助 不然的話會有這麼一點點尷尬 因為畢竟月亮骰或是暴擊骰就會阻擋combo數的上升 如果在沒有輔助方給錢的話 那個combo數可能會有一點點的慘不忍睹就對了啦 好 那我帶的是適應治療 核骰轉移跟小丑 呃 對 大家應該知道我想要幹嘛 可是在初期而言呢 呃 基本上沒有 呃 只有轉移這個骰子有用 治療跟核彈呢 呃 應該是不太會有用 因為畢竟只要組合起來了 除非到後期要崩的時候我才有機會出手 不然的話我就專心給錢就好了 對 那我們就來給他直接跳到後面去看一下吧 因為畢竟有組合跟月亮 而且前期也撐住了 那我們就直接過去吧 喔 那我一樣呢 還是用加速的方式啦 而且我們現在有組月嘛 而且前面又幾乎是蠻正常的情況 雖然有點飛啦 現在有一個七星的成長 不過沒關係 對 我們就直接給他跳掉六十回合去看一下好了 我現在發現用加速的模式還真的算不錯 因為畢竟中間的過程還是有 combo數跟回合數還有當下的錢呢 都還是有 可以看到我都一直在存錢 對 每到五十 每到一關 每十關我就會丟一部分丟一部分 除非他真的完全行不錯 我才會開始狂丟 好 來 我們來到了第五十九回合 然後這邊呢 我有做過一個測試 就是 呃 那個轉移呢 那個錢呢 在五十一回合的時候還也不會增加 所以最多還是四十一回合 對 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沒有因為王的增加而多血量 我覺得這應該也要改啦 對不對 畢竟王都有新的 為什麼轉移不會增強一點點呢 對 算是變相的增強吧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第六十回合 現在咱們的團長有五十八個combo 對 他combo數算少 沒有到回合數那麼高 因為真的是有點飛啦 大家看一下狀況就對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覺得還沒有我的事情 尤其是治療 對 治療這個狀況很像 在核彈的面前完全沒有用處 對 如果今天對方打不贏的話 我通常會是選擇丟核彈優先啦 所以我幾乎完全找不到丟治療的時機 所以我覺得治療可以不需要 對 就算到這個情況了 除非對面今天是獅王或是什麼 我才會提早丟個一下兩下 看有沒有機會 不要讓對面被降星 幫忙輔助一點攻擊 就這樣 對 這是唯一我覺得治療在PVP裡面有幫助的地方 不然的話我覺得是沒有任何的幫助啦 對 真的沒有 然後我們現在來了一個獅王 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邊 這邊我是輔助方 而且我沒有帶生長或召喚 所以我剛剛有個五星的核彈 我就會直接給他丟下去 這樣的話我可以減少版面被降星的機率就對了 然後現在王的血量有1000多萬 欸等一下 我這局沒有丟嗎 欸 我這局沒有丟欸 我以為我這局有丟 不然就是下一局 因為我們這邊遇到蠻多獅子的就對了 好 現在王的血量1000多萬 直接被秒掉 因為對面是祖月嘛 而且都是七星 那傷害實在是非常的噁心就對了 好 欸 下一隻是禁煙王耶 那這個時候我已經有稍微丟一下 可以簡單的說 有點尷尬就對了 因為真的沒什麼用處 來 我們再往後跳一下 我們再往後跳一下 看這個組合到底有沒有用 好 來 我們就再給他加速一下 因為畢竟回合數還算很低啦 對 完全不需要我大核彈的出手 對 和平主義者的出手 然後我們現在來了一個轉王 我就丟了一波轉移給對方加錢 因為畢竟組合組月是非常的缺錢的 因為他講連月啦 我一直講錯 真的很習慣他叫組合 以前就叫連擊就好了 為什麼叫組合呢 對不對 搞到現在我完全轉不過來了 好 我們現在來了一個蛇王油 直接給他處理掉 我這邊偶爾會丟一下 意思意思一下 但是很像也還好 來了我們第80關的蛇王 那現在血量有到4300多萬 可是對面還是OK的 只要如果 如果到後期都是全體蛇王的話 應該是可以到很後面啦 因為畢竟蛇王 沒什麼殺傷力 對不對 好期待 不知道有沒有那種 這個模式可以那麼多 為什麼就不趕快開放一些呢 真的是 然後OK 這個蛇王也處理掉了 來 我們就給他默默的看到底吧 我這邊講默默看到底 大家應該知道大概就到哪裡了 對 好 又來一個獅子王 唉這個狀況是有一點麻煩啦 因為已經到後期了 而且我的版面沒有很好 對 我沒有辦法可以秒掉對面的骰子 而且對面其實剛剛已經有招小兵了對不對 所以說代表獅王也一定會放技能 我剛剛為核的原因就是想把它拚上去 不然的話到時候被獅王吼掉 也是浪費 對 也是一個浪費 OK 對面被降星的差了一點點啦 降星之後然後月亮被暗下來 所以最後那幾滴打了很久 我這邊一定註定會被降星 因為我沒有五星的核彈 所以說我的治療骰子完全變成一個累贅 對 在這裡完全是累贅 我還把治療給升滿了 就算我把治療給升滿 我的HP 也一星的話是降低 8.25%啦 不管他今天六星多少 我覺得都沒有核彈來的誇張 對 這個狀況就沒有 完全沒有很明顯就對了 因為基本上對面都可以把怪物給打死 如果今天是輔助方的話 對面都可以把怪物給打死 啊 主攻方的話也不需要帶這顆骰子 對 還有其他骰子更多可以帶 你看像如果組合帶個治療 完全更不知道在幹嘛 更不知道幹嘛 真的不知道在幹嘛 好 現在血量已經來到了六千萬滴 還行啊 炸了一下扣了 剛剛是一星的嘛 對不對 炸了一下扣20% 直接炸掉六千萬 一千兩百萬滴 還行還行還行 這邊還可以注意到 好 我們現在來到第84回合了 OK 過了 來 我們再看下一關的小兵 小兵的血量現在是我五千萬 欸 所以小兵的血量 所以等一下應該就是一千萬了吧 對不對 這次五千萬 剛剛六千萬 這五千萬 所以下一隻七千萬 會不會這樣子算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這個時候我看對面的傷害還夠啊 我看咱們的團長傷害夠 所以我就沒有去丟核彈的意思 好 來到第86關又是一個蛇王 欸 沒有欸 有啊 七千萬 六千九百多萬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好 對面的血量 OK 處理了掉 那這個時候呢 我這邊就不太需要丟了 可以看到我都是先看對面的血量 有沒有辦法處理掉 再決定說我到底需不需要去丟我們的核彈 把蛇王的血量先削掉一點 我越早削掉的話 那個組合打的血量就會越飽滿 不然的話 我太晚削的時候 其實那個打的趴傷會比較少一點點的 對 因為畢竟是打當前血量的趴傷 我越早丟的話 傷害是越高的 好 那這個小兵來到六千三百萬滴 喔 這血量真的是增加很快 對 真的是很噁心 真的是很噁心 就算我今天攻擊力加上一倍好的感覺 也比不上怪物增加的速度 真的太過分了 真的太過分了 OK 處理掉 有一點點的危險 還有一千多啊 因為月亮按下來了 OK 過 好 我們來到第88關 咱們的封印王有沒有機會呢 現在想要來到八千萬 可是對面已經沒有點亮的月亮骰了 有一點危險 這個時候我就開始瘋狂的去 能核什麼就核什麼 快沒有東西可以核了 對面的傷害有一點不夠啊 有一點點不夠 而我這邊也有一點點尷尬 雖然丟了一個核彈 但是他血量還有六百多萬 有了 處理掉一隻 可是後面還有一隻一千五百萬的血量 有沒有辦法給他處理掉呢 有六星 六星連擊配上七星月亮的傷害 是可以的 最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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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亮沒有點亮按下來的效果實在是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他有沒有辦法把月亮叫出來 沒有 叫不出一個月亮 叫不出來 我這邊也沒有核彈 有一個三星的核彈而已 我這時候只能看準時機 等兩隻王過來的時候再丟了 不然的話真的會有一點點的可憐 我一星核彈先丟 我沒有丟三星 為什麼我不丟三星呢 我到底在想什麼 我太晚丟三星了 等於是他的傷害變低了一點點 我還有一個四星 其實我這邊只要丟好就完了耶 就過了耶 好啦 頂多也只過幾關了 因為下一關就轉合對不對 哎呀 好吧 我覺得啦 好啦 簡而言之 呃 這個組合非常的爛 對 我的治療呢 幾乎沒有用武之力 還是靠核彈 對 今天有核彈的話 就不要帶治療了啦 我覺得在這裡 在PVE的狀況 PVP跟團戰不知道 聽說在團戰裡面的 表戰啦 在表戰裡面的治療才是很神 沒關係 那咱們就之後來看看咩 OK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別的寶寶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拜拜 如果有什麼組合想要跟我分享 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Discord群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跟我聊天 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常出現就是了